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可能 以前都没有进过 老天爷 你是要我真的不要理星星了吗 真巧 这想什么 妈 你今天好早下班 对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当然可以 我进去再讲 快点 爸爸 爸爸 我们真巧真的长大懂事了耶 你知道吗 他今天居然要求我 帮他准备空的宝特瓶 说是明天要带去学校 给他们同学 整个自然课做实验用的 那为什么他同学准备宝特瓶啊 你问到重点咯 因为老师说呢 每个同学都要带一个宝特瓶来 那真巧就想说 反正我们家有这么多的资源回收的 宝特瓶啊 干脆他帮同学带 这样同学就不用再去花钱 买这些宝特瓶的饮料啊 而且可以资源回收再利用 妈妈 这就是你平常做环保辛苦的背影 被真巧看到 而且记在心里 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啦 什么背影 我还珠子清呢 所以我说啊 这个针脚真的很重要 好啦 整好 妈妈 我这把背影准备好了 对 我正想问你 你要什么的 这种大小的还是这种大小的 我怎么忘了注意这个啊 你啊 每次听话都只听一半 大家问星星啊 好 老爸 嗯 等一下你有碰啊 才有学习 你还不算了好了 好 怎么了 那不要打扰星星念书啦 他 他要代表我们班 去参加过游玩比赛 问过榜也一样 好啊 那你赶快问 走 好 好 喂 请问郭宝在家吗 妈妈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 曾晓晓讲什么 他说不要打扰星星 很难得他会为别人着想 就像你讲的 他真的是长大而且懂事嘛 对啊 两千毫升 好 那我知道了 郭宝 谢谢哦 你看我都没有打电话给星星 第一个就打电话给你 我跟星星没怎么样啦 好 好 好吧 我觉得曾晓晓不打电话给星星 好像有其他的理由 曾晓晓 你坦虑 你这样就对了 李妈妈小时候 那个诚意学得极好 李哥哥就是靠我交才拿到 作文比赛冠军 好 你有什么问题 你尽管问 我教你 这一题 好 押了一个意思就是说 要照一个 要孝顺要及时免的日后后悔的成语 简单 来来来来 你就写说 韩善失思量 冬古死亚失足用 写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书上的意思啊 孝顺要及时啊 不然会后悔啊 那要怎么写 极简单 还生十四两 当过死A 食猪羊 就是说 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 奉扬了他们东西很少也没有关系 是好过等他们不在的时候 拿大鱼大肉去拜他们 孝顺要及时啊 想知道吗 算是沟通清楚了 好 来 你就写说 不是 你妈妈 我们在学成语不是在学客语 好长哦 可是你这样讲 你妈妈就不知道要怎样了呢 不然去问王欣欣啦 她功课这样好说 不用了不用了 王欣叫你的喜好 冬超 欣欣来找的咯 赶快出来 说曹操曹操就到 你们两个既有心电感应 我要当作费 我再按曹操才不会有心电感应 哎哟 汤姆斯 我们小男生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人家女生比较大方了 你们就变得妞妞妞妞的啦 去啊 下去啦 我要写功课啦 好啦 还有李妈妈教你这样久 口干啦 你让我出去喝口水啊 你不要让女生等那么久嘛 我告诉你 有的时候啊 你跟女孩子要交往的时候 你要像生事一样 不能让人家在那边一直等啊 你这样子将来找大 你才跟着客人多女朋友 我 真巧啊 人家星星来你们家呢 你怎么都理都不理人家 没关系啦 李妈妈 这个是真巧学校考试的考卷 她忘记带回来了 这是要给家长签名的 什么名啊 考得不错啦 你帮我把考卷带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被其他女生看到啊 真巧啊 你怎么没有谢谢人家星星 还问种奇怪的问题啊 这个好奇怪喔 星星 谢谢你 还特别好追趟 嗯 不客气啦 李妈妈妈 在回家的路上 我叫了真巧好多声 她都不理我 嗯 我哪有啊 可是路上车子巴巴巴巴的声音 太吵了 让我没有听到 最好是你中心 那你来我们家的时候 有没有被其他女生看到啊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你明天去学校的时候 问问古堡他们 不就知道了 嗯 真妈妈 李妈妈 那我先回去了 欸 再说一下嘛 留下来玩啊 不了 我要回家写作业了 真巧 拜拜 李妈妈妈 拜拜 我送你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嗯 你不是有那个成语的功课 要问王欣欣的吗 啊 没有没有 我根本要做完了 嗯 嗯 那如果没事的话 真妈妈 李妈妈妈 真巧 拜拜 再见 再见 你很奇怪耶 刚才我在教你那个啊 就是那个 赏死瑟瑟那个啊 啊 你不是叫我这样写的吗 啊 你自己跟我说那是课语 又不是成语啊 啊 我就写了嘛 啊 写了老师要是看没有咧 老师去学课语嘛 哎呦 你好奇怪耶 欣欣啊 今天真的很谢谢你哦 嗯 真妈妈 可不可以问你 你跟真巧到底是什么啦 哎呦 真妈妈 你也知道嘛 他们男生有的时候 就是会这样便便扭扭的 不理他们过一阵子 就会好啦 你放心 哦 我妈都是这样赢付我爸的 真妈妈再见 拜拜 欸 欣欣 贝宝 拜拜 要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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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欣欣刚刚在讲什么啊 看你表情怪怪的 小孩子的事情我也搞不懂 嗯 你去哪里啊 哦 怎么回事呢 真巧你有对王欣欣跟医师 就会欲擒故纵哦 什么意思啊 哎呦 就是你尬医啊 不想理他 装着酷酷的 这样王欣欣就会很担心 反而他就来更亲近你啊 哎呦 含不哟 看我上去学的哦 什么 不理他也会引起误患 跟他太好人家会以为我们在谈恋爱 不理他 别人也会以为我要故意引起他的注意耶 哦 哦 很巧 原来是因为最新班上同学说你跟欣欣闲话 所以你就不理他啦 对啊 还不都是播保他们 说我喜欢欣欣 爸爸 嗯 哎呦 李太太 来 晚上我好想吃那个白叶豆腐 你教我啊 好吃好不好 走走走 我们去书房 你几个儿去周青后了 不用我教啊 我家这 没有 你做的最好吃了 你教我啦 走走 我这边很复杂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嘛 好 没事 慢慢来 来 慢慢教你啊 好 真巧啊 爸爸问你啊 如果说你班上有个同学啊 平常还好好的 忽然就不跟你讲话了 你会有什么感觉啊 一定会很不舒服啊 应该好 不过欣欣刚才还特意来找你耶 那反过来讲好了 你这几天都没有跟欣欣联络 你觉得你是什么感觉呢 老实说好不习惯啊 好 在学校都刻意躲着她 很像小偷躲警察耶 功课不会 问你妈妈越温越糊涂了耶 联络簿没超清楚 问郭宝也错 还有我带一个超大的保定瓶 被同学笑 反正很多事都不对劲啦 过来 爸爸告诉你啊 学校呢 其实就像一个小型的社会 闲言闲语是难免的啦 而且爸爸啊 小时候其实有过跟你一样的经验 真的吗 真的啊 那时候爸爸就是怕同学 在背后笑我 所以我就故意不跟一个 本来很要好的女孩子讲话 一直到小学毕业 那么久 然后呢 然后就常常会想到她 但是又一直联络不上她 就常常怀念很后悔 爸爸 拿出来啦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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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怎么了 所以反正 爸爸要说的就是啊 不管是欣欣还是其他同学啊 你们能够认识就要尊重 并且非常非常珍惜这份缘分 大家就像一个兄弟姐妹一样 互相的友爱 互相的帮助 我这样念起出来才会愉快啊 懂吗 对 大概懂了 懂了齁 乖 爸爸 那最后你跟那个女生怎么样 就像禁思雨上的一句话 知缘 席缘 再造缘 天底下的人其实都是亲人 不应该为了一些小事造成隔阂 而是要变恶缘为善缘 所以爸爸 下次如果郭宝他们再笑我 我一定会跟他们说 这不是恋爱 是有爱 当然以后我也要向紫月村里的那些小朋友看齐 学习他们有爱护助的精神 知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狗无叫 性乃千 先生偏心眼儿 分明是想叫那大字不识几个的家伙 数差吧 还拉上我呢 别乱想了 你还是好好想想 该怎么温故我而知心吧 这还用想 我肚子都在念新的三字经了 你读书 我吃饭 不吃饭 肚子喊 同学们 今天再次朗读三字经 大家有什么新的体会吗 朗读时身体要正对书册 书上的字句才能够看得分明仔细 朗读有三道 就是眼道 口道 心道 三道之中 最最重要的就是心道 嗯 还有朗读时要读得字字响亮 一个字也不可误 不可少 不可多 不可倒 朗同学 你的想法呢 我还没有想出什么呀 不过 孔子说 学而不思则网 思而不学则待 所以啊 我想以后学习 都要多多动脑子才行啊 姚同学 你来说说吧 先生 我看见了阿狗偷吃饭团 掐住嗓子了 多嘴 你就多多嘴 阿狗 怎么了 还在生竖刹的气啊 他一个卖针线的 才进学堂几天哪 就向先生告我的状 是可忍 孰不可忍也 阿狗啊 孔子这话说的 是破坏周里的李国正卿 继孙氏啊 你把它用到树叉的身上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明明是偷吃了点零食嘛 他倒好 非说人家偷吃的是饭 弄得我像个没饭吃的乞丐一样 阿狗 你以食为天 谁不要吃饭呢 可你上课的时候偷吃零食 那么就真的是一种缺点了 好了好了 不说了 咱们去做作业吧 钱放这儿了啊 好 谢谢 谢谢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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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哎 卖针线的 哎 别喊 别喊 我要买针线 别喊了 我来了 哎呀 给我拿点针线 我知道了 走走走 到外面 快拿出来吧 走 走走走 到外面去 行行行行 那你快拿出来给我呀 来 拿出来吧 我要这种颜色的 嗯 好好好 水粉胭脂又没了 真是不巧 那我明不再来吧啊 别 别 大婶 明天您不用来了 还是我给您送到家里去吧 总让你送 不耽误学习呀 怪不好意思的 我早就说过 学堂门上插遍卖针线的棋子 那这不像光暗嘛 就好像进了杂货铺一样 说差为了筹集学费 卖针线 有什么不好的 我看你应该向人家学习才对呢 才不呢 孔子说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他卖针线 我学知识 不要来干涉我 阿狗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同学们 有一天 孔子的学生子鹿问道 何如思可谓之事矣 子曰 窃窃思思 宜宜如也 可谓是矣 朋友窃窃思思 兄弟宜宜 古华同学 你来讲讲这段话的意思 嗯 子鹿向孔子请教 怎样做才算是真正的事呢 孔子说 相互鼓励 相互批评 和睦相处 做到这些 就算达到了事的标准 同学们 顾华同学回答得很好 但是呢 还不够全面 同学们每天在学堂一起读书学习 就像一家人一样 所以同学们 也应该像兄弟般的和睦相处啊 是啊 我明白了 先生讲的真对 同学们在一间屋子里 共同学习 一起生活 只有兄弟姐妹 才能够这样哦 嗯 对对对 姚科同学 先生问你 同一间屋子里生活的兄弟 怎么能够水火不容呢 百宫居寺 以成其事 君子学以至其道嘛 他卖针线 我学习 本来就 就就风骂牛 不相及呀 可是 如今 高智同学和大伙一样 都是学堂的学生了 你们就有了追求 是的相同目标了 孔子说 有教无类 只要愿意学习 都是他的学生 先生我 也是一样的 我看哪 这么多天 先生都没教他十一个字 还以为先生 不打算教他呢 在《论语子章篇》里 有句话说 君子之道 孰先传焉 孰后眷焉 辟诸草木 屈以别矣 姚科同学 这话 是什么意思啊 好像是说 先教什么 后教什么 好比草和木 是有区别的吧 是啊 高智同学 刚入学堂 先生 不急于教他认字 只是希望你们之间 能够相互熟悉起来 先生方好 因人失教啊 搞来搞去 又是我阿狗的错 多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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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猴把阿狗的衣服拿走了 是吗 真的 我的衣服 小猴 我的衣服 小猴 快把衣服拿走了 好啊你 四块我的衣服 行了 你看我不打你 不算哪 你别打他 就是啊 你别跑 臭小猴 阿狗 别跑 阿狗 快去看看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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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走 来 你看我 这 我 我 虎子 虎子 你过来一下 来了来了 来了 阿狗 做什么呢 盖子 垫子 拍子 你拿你的文房四宝来 待会儿就知道了 谢字啊 原来是做牌子 想写什么呢 你看过演艺书里写的没有 两军交锋 兵困马皮 无力再战 于是便要高挂免战牌 我这个呀 就是给树叉做的免战牌 树叉 好了 做好了 把这个牌子挂在学堂的门口 叫卖针线的客人们定时上门 别在上课的时候啊 随意打扰了大家的学习哦 尤其是不能打扰咱们的树叉 哎 你怎么突然想起了要帮树叉了 这两天 可是没少听你在骂他呀 哎呀 这还用问吗 像我阿狗这样的 大丈夫 既然知道错了 当然要改正了哦 你瞧你这牌子 还真是免战牌啊 是你和树叉的免战牌 哎 不能再吵了 再吵我阿狗啊 就是小狗了 树叉 来来来 挂针 不错吧 嗯 走 来 走 好 上课去 嗯 走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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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子鹿问曰 何如丝 可谓知事已 子曰 切切思思 遗遗如也 可谓是已 朋友切切思思 兄弟遗遗 子鹿问孔子道 怎样才可以称为是 也就是立志追求真理的人呢 孔子说 彼此互助督促勉励 相处和和气气 可以算是是了 朋友之间互相督促勉励 兄弟之间相处和和气气 孔子在这里勉励我们 朋友同学之间 在学业上要彼此相互学习 督促勉励 生活上要像兄弟姐妹一般 和乐相处 这样子的话 不但我们心中充满喜乐 学习上更可以事半功倍 人爱的心爱 人爱的爱 争达 告诉世人 可及福利能的人 恩恩 远远有你的 教会化解 纷纷乱乱在你的 全界中一线 许多爱上有你的 笑容扶贫 更多理想在你的目光中牵地 春风吹向昨天的风铃 吹动了我的心 心中盛开明天的风景 恩恩就有你的我 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